Hello 各位朋友、網友,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們頻道欣賞今天這條影片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TWINS最近的演唱會 叫做TWINS Spirit 首先我想說我以前真的有看開TWINS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不只是我 很多人成長過程的一部分 在我們成長當中就一定會遇上TWINS 因為當時是一個最傳統的K歌年代 因為卡ROKE發展相當盛行 我想沒有幾個當年的年輕人 沒有去過K房、K場 例如紐約、加州紅之類去唱K 這是我們當年經常去的活動 在那個年代去K場唱K 你小不免一定會 就算你不選擇唱TWINS的歌 都會聽到有人唱TWINS的歌 這樣是沒有人會否定的 近來你們兩位叫做再次合體 開這個TWINS Spirit 我首先要大讚這個名字 因為演唱會這個名字 TWINS Spirit覺得非常之好 就等於我們經常說 一定要有Team Spirit 變成這個演唱會的名字 可以說是語帶相關 又是TWINS 又是一個組合 又要合作得很愉快 然後是TWINS Spirit 坦白說,假設我在香港 我也會選擇 很可能會撲飛進去看 叫做聽回那個情懷 因為這個演唱會 開了之後 第一場即晚 已經有很多朋友 上網上傳播了 現在很流行的 很多人看演唱會 同時錄下過程 即是大部分歌 就放在上網 變成我們這些 沒有機會去現場看的朋友 都可以受惠 可以享受 以及感受一下現場氣氛 首先要多謝Youtube有上載影片的現場觀眾 老實說,我聽過很多他們在現場唱的歌 令我回憶回來了 簡直是一個可以說是時光倒流的晚上 我相信我有這個感覺 如果當晚你在現場的話 你在現場的氣氛底下 現場跟著一起唱一下看 你會更加感受到這個回到未來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當年的感覺 一個人相信完全青春回來 因為這就是代表我們的青春 我想大家不會否定 Twins 就是我們這一代人 就是代表我們的青春 那晚演場會上載影片後 有些朋友留言大部份都是讚的 好好看、很開心看到他們的表演 有些朋友說真的很好聽 然後有人回應他們說 現在看Twins,大家只會聽情懷 誰會讚他們,笨得很好、很好聽 大家都知道 由始至終他們都不是試試唱功 當年是青春、活潑、跳舞 女子組合 當時是還未有的 很罕見 所以現在真的聽過情懷 沒有人稱讚他們 唱得很好、跳得很好看 當晚也有些朋友留言說 他們都是一如以往沒有變過 可能唱得不太好 跳得不太出色 反而這是一個情懷 大家覺得很懷舊的感覺 估不論大家如何評價 如何看他們也好 我當年除了經常去K場 也有聽別人唱這些歌 我自己也喜歡 因為我當時也算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子 最初接觸他們時 覺得是甚麼人 很陌生 但又好像很受歡迎 後來我發現 其實我不是大他們很多 但當年大家都很年輕 覺得他們很有活力 很有能力 歌曲好聽 尤其是歌詞 他每首歌、歌名和歌詞 都是圍繞著校園 因為始終他們都是代表著學生 除了吸引到我們 這些和他們差不多年紀的歌迷之外 這些少男之外 其實他們目標的對象 當然更加是在讀書 可能是中學生或大學生 所以很多歌曲的歌詞圍繞著 現在聽起 坦白說 有哪一個沒有跟他們一起唱過的歌曲 每一首歌都簡直是彷彿代表著我們的心聲 無論當刻你是在讀書 還是你是初出茅廬 出進來工作的朋友也好 即是你會想起 無論是開心或不開心的時候 似乎都有他的歌曲伴著我們成長 正所謂一開心唱飲歌 不開心唱飲歌 當中記錄過 者搬長大過 而都想起讀書的時候 你一定會在班房見到這樣的同學 插扮身甲 動作很流華 我真是好奇 插扮身甲 一直人氣高企 也有很多朋友 當然你會記起你們的閨密 你們的好好的朋友 你坐我旁邊 將對馬公仔報起 來操場游起 我共你一起 然後更加更加沒有可能的就是 就是當你失戀和不開心的時候 他的情歌都是笨著你去成長的 仍然懷念他 一起去學吉他 一對黑眼圈 回望中三暑假 所以坦白說 我看回一些影片 即是那晚第一場演唱會的時候 其實很多朋友現場是跟著他們大合唱 唱一首一首一些經典的金曲的時候 我自己聽 隔著螢幕看片都很感動 我亦彷彿自己置身於現場 因為這個感覺很棒 可以聽著他們唱這些 大家的藝術能場 伴著他們成長的歌曲 就一起好像時光倒流 穿梭回去過去 看回自己年青 自己少年 少男少女的年代 一起跟著唱的時候 我覺得感覺很震撼的 尤其是我知道近年很多朋友 聽一些當年年代的歌手 開演唱會的時候 都有差不多的感覺 不過也有些出入的 譬如有些人說聽Eason演唱會 聽他唱以前的歌 都會有這個感動的感覺 但是有分別的 因為聽Eason演唱會的時候 他的歌難度是高很多 有時候你想跟著大合唱 都未必唱到他的音 而且你也很希望可以在現場 聽Eason唱 他的唱功那麼厲害 相對地 如果是TWINS就不同了 他的歌相對是簡單一點 大家跟著唱 就算自己是五音不全 不是很捉到那個拍子 或者那個音域也好 但其實你也能唱到那首歌出來 而且也不特別說 我只是想專注聽他們唱 反而一起唱 感覺更加溫暖 更加有回憶 更加感動 所以我看片 看到現場的環境 聽到現場大合唱 其實真的很感動 我也忍不住在想的 就是假設TWINS TWINS Spirit 是打算開這個世界巡迴演唱 而真的會來到英國開 其實我會不會真的去撲飛看呢 很可能也會的 視乎票價 和時間就不就 但是有這個衝動 一來我自己也是去懷緬一下 就是回到過去 一晚那麼多 另外也帶了小朋友去 給他欣賞 介紹給他 這個就是當年你爸爸 那個年代很多人聽的 就是偶像 TWINS其實當晚也感動到我 除了歌曲之外 他們的行為表現 因為他們很努力去做他們的側手番 這是他們的成名作 當時看他們的兩位妹妹仔 在MV上經常做側手番 覺得很厲害 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今時今日做這些動作 算得是甚麼 你跟Color比 跟Lollypop比 這些類似組合的話 其實這些真的是小疑科 但當年不這麼說 看著他們倆時 開演唱會 尤其是雜耍、買團 其實真的是拍攏手掌 今時今日 最重要的就是他以這個年紀 都敢在現場為大家擷手 其實是勇氣可嘉 做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不過我知道 第二場好像有點失準 以及阿薩都開始有點感受 近幾年大家專注在其他工作的發展 可能是演戲、拍廣告之類 所以少於練習的關係 第二場已經開始有點失準 我希望他們好好照顧自己身子 快點復原 可以完成其餘的場數 因為我覺得真是誠意可嘉 他們沒有必要為你擷手 另外就是聽到他們有一段 所謂的感動說話的環節 互相說一些說話 去踏射對方 Asar說到的就是 他真是不可能想像得到 他們的未來就是這樣 我想他所說的未來就是 他們在這22年 成軍22年的期間 竟然經歷了這麼多 然後到今時今日 大家原來是有這樣的變化 但是都能夠在今天開到一個演唱會 他自己覺得是很震撼一件事 而且很搭借 阿嬌一直以來都會陪伴著他 而阿嬌的說話都很感動到我的 他說到的就是首先他也很搭借 很感恩 當年能夠碰上 Assa 然後跟他成為這個組合 而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容易中途放棄的人 很多東西他都保持不了 半途放棄 但是唯一一件事他覺得 從來都沒有放棄過 就是跟 Assa 之間的友誼 這番說話都頗感動到我的 當時很少這些組合 時勢做英雄突圍而出 即是比他們更加有talent 更加漂亮 更加活潑 又會唱歌 可能是大有人在的 不過這些就是一個所謂的祭遇 結果這兩個妹妹 這二十二年之間的確很忙碌 他們因為唱歌之後 就得到很多機會拍電影、拍廣告、登台等等 我還記得當年我初出茅楼做工作的時候 在第一間公司工作 剛巧就邀請了 Twins 這隊組合 來做一些好像是分享的活動 我沒有去聽過分享 不過我經過在公司經過 就看到他們兩位妹妹 哄哄跳,很小朋友 很多人圍著他們 當然很多工作人員圍著他們 當時我看著他們 我都覺得,嘩, Twins 那時已經覺得,嘩,他們很紅 竟然這麼近距離就在我附近經過 但我又沒有那個心態 很想去跟他們拍照 不過後來經常去K-Tour唱歌 就能聽到他們的歌 聽聽聽聽,我自己也喜歡聽 也可以說曾經在我的MP3 Playlist 裏面 都有不少的歌曲 現在說起說起,看他們最近的演唱會 忍不住,我想我又會下載一些 他們經典金曲回來 又會在車內爆了爆機 最後想補充多一點 就是說,其實 Twins 在我心目中 一直都有一個地位,有一個價值 因為純粹是這個Image 他們的歌曲 其實因為伴著我的成長 太深印象了 我曾經有一刻想過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玩舞台劇 我曾經試過搞一些業餘的舞台劇團 玩過幾個show 我有想過,如果一天我能夠搞一個show 就是整個show的歌曲就是 Twins 的歌曲 找兩個演員,當然就扮演這兩個角色 但當然不是說阿薩和阿嬌的 純粹是借這個 Twins 組合的歌曲 伴著兩位主角的成長 然後說這兩個主角 我想主要的focus是說友誼 因為我曾經看過類似的舞台劇 就是以 Based on 張國榮先生的主題 有一個很喜悚的劇團 大家不知是否認識 叫三國關係 我們曾經做過一個show 亦是借張國榮的生平和歌曲 然後圍繞著當中的男女主角的一段愛情的故事 我當時看就很感動到我 我很欣賞這個創作 裡面的演員唱張國榮的歌曲也很好聽 所以就引起了我有個想法 如果能夠搞一個類似的idea 不過是說兩個女生 最初讀書,然後相識 然後一起成長,出來工作 他們之間是友誼 究竟在這麼多年內的挑戰和考驗 到最後是怎樣呢 還用Twins的歌曲是伴著的 我覺得我自己很期待 但永遠都是留於一個想法 一直沒有機會實踐 我相信到今天這一刻 要實踐的機會都相當微乎其微 不過如果他只有一天能夠有空間出來搞的話 我可能真的會拿出來搞 很可能那一天就是我女兒長大的一天 可能出來已經是中學甚至大學的時間 可能找他做其中一個角色也未能支持 當然到了那一天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都已經沒有聽到Twins的歌 或者忘記了Twins也未能支持 可能只有我自己一個享受 Anyway 我不肯定 不過今天想最後說的是 Twins 也可以說是一個很傳奇 還有一個年代代表 代表了很多朋友的成長 很多朋友的青春 特別是我 所以今天看到我們開演唱會 即是所謂合體 我自己也感動的 很希望 如果他們會出唱片的話 我也會買一隻回家 如果他們真的會安排來英國開演唱會的話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撲到票 帶個小朋友一起去現場看看 看看當年你爸爸年青的時候 究竟偶像是甚麼一回事 好了 今天分享到這裡了 喜歡的朋友可以給個like支持 也歡迎你留言 討論一下關於Twins 你是不是也有聽過他的歌 不一定代表你喜歡他的歌 不過畢竟他可能也代表了你成長的一部分 歡迎留言 也歡迎你分享這條片給其他認識朋友 一齊欣賞 如果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希望你會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鈴鐺小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推出的影片 我希望這個頻道可以放多一點 關於我個人的喜好 可能喜歡看影集、影視作品 或者一些藝人的表演 希望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下次和你再聊 多謝收看、收聽 拜拜